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林佩杰 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快速来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化学反应造成洛县两个最大垃圾掩埋场危机加剧 在洛杉矶县奇迹峡谷垃圾掩埋场下数百英尺深处 由于不明的化学反应 成吨的垃圾已经闷烧了数月 垃圾场内的温度已攀升至200多度 该地区居民抱怨说垃圾焚烧的气味在社区中弥漫 与此同时 东南12英里出的阳光峡谷垃圾掩埋场 今年早些时候遭受了暴风雨的袭击 导致垃圾掩埋场内细菌生长产生腐臭味 令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感到恶心 拜登洛杉矶募款周末进账高达1500万美元 据亲近总统拜登竞选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 拜登上周末自洛杉矶地区的金主手中 为竞选连任经费募集了超过1500万美元 部分媒体估算 现任总统或总统候选人 从未在洛杉矶行程中一次募到如此多款项 以电影工业文明的洛杉矶 传统上对民主党候选人都相当慷慨 美国11月CPI年增率降至3.1% 同棚连2月降温 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 受到密切关注的美国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年增率由10月的3.2% 再降至3.1% 通货膨胀连续第二个月微降 这要归功于汽油价格指数下滑6.0% 这对于寻求让物价获得控制的 美国央行官员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但3.1%的通膨率仍然略高于外界预期 剑乙可乐 芬达和雪碧在南方三个州被召回 当您为节日聚餐储备饮料时 住在阿拉巴马州 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的民众要注意了 美国食品药物拐米局宣布召回12盎司的 剑乙可乐 芬达 柳橙汁和雪碧的旅罐 因为苏打水罐可能含有异物 目前这些商品已从货架上完全撤下 FDA敦促民众将产品退回购买点或立即丢弃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